在公司早期還是以視覺動畫為主的一個自我團隊 那在約夢五年前我們參與了一個互動的展驗 名字叫出夢夢夢 那時候是在雙煙舉辦的第一個大型的VR裝置展 那時候跟政大的數位內容協會合作 那公司是不得整合跟內容設計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比較具體的VR作品 從那個作品開始之後因為展現還蠻成功的 所以後續有一些相關的作品產生 一些商業作品然後把他移說的作品 那種超級的事件當時是2018年的國美館的 台灣科技容易創新計畫的一個作品 他說VR這個設備已經出來 那他到底還可以到達什麼樣的境界這樣子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我們是從比較像是我們想把真實的世界帶到VR裡面 然後我們想達到說現實空間的話 會讓人重新去感受的話 那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效果 對,跟Youtube這樣合作一項作品 那他的技術在那時候VR製作的GPS上來說 他是一個比較創新的技術 他運用了點影的逆向工程去做VR的一個體驗 那我們在點影轉換成可以被編輯的VR的作品當中 花了很多時間在做這一個部分的研究 有一個計畫就是想要讓 因為台灣雲爆已經在台灣消失了 那他們希望就是 讓它重現一下當時雲爆生活的環境是怎麼樣 以及加入原住民的故事說 讓大家了解就是有點趣味性跟神話性在裡面 製作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是使用一個遊戲引擎來做整個場景的建制 包含做動畫等等 然後因為為了要配合管方他們的 對於真實的需求還有知識正確性 所以我們就是一步一步去修正我們的3D環境 製造這個場景的塗裝裡面 就是很常會使用Mavia設備 因為觀眾在這個場景裡面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所以這一點也是在劇情裡面會需要被思考的一個部分 台灣現在大學的教育出來大部分是品種的內容 我發現大部分大學生對於印體方面的熟悉度不是那麼高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之後所有作品整合之後的穩定度 那其實也勾集到我們在商業上的一些作品 所以為什麼回到上一題 我會覺得一個好的力量作品 其實對於內容 不管是動畫內容或是視覺內容 或是程式的整個效能的問題 我覺得印體的整個搭配上面 我覺得這個熟悉度是蠻重要的 你怎麼可以呢 我們接下來我們怎麼會幫你 我會不會那麼多個問題 我會不會搞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